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大家說 就目前是雨季 所以其實整個戰線 僵持的狀況 大規模的攻防其實並不多 然後北線 北線因為下雨其實 步兵進攻陣地風險都很大 所以目前北線就回到砲兵對決 雙方的砲兵就砲擊反砲擊這樣 然後再來瓦格納持續在阿特牧市中心推進 但有關於阿特牧這個事情 我記得我們在很早很早以前 在節目直播裡面 其實就已經跟大家預告阿特牧的結局 我們知道結局 但是我們只是不知道中間的過程 所以我們其實 從那個時候跟大家講阿特牧的結局 其實我們這中間的理由 我們不斷的在講阿特牧 並不是我們擔心他不會被拿下來 或是我們擔心他又會有什麼 因為戰線是不會騙人 但我們只是想要知道 這個阿特牧陷入的過程 他拖了多久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造成了多少傷害 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我們只要觀察這個 那再來是阿富迪夫卡 我們也是在節目裡面跟告訴大家說 烏克蘭阿富迪夫卡遇到非常大的麻煩 他如果要守住最起碼要派三個旅才能守住 摺電視機有聽到我們的話 他派了四個旅 馬林卡沒有重大變化 烏克蘭在赫爾松及加波羅勒方向 持續準備整體公式 就我們前面一大段在討論的這個 虛虛史實之間阿 好這個圖很久沒動囉 對這個圖目前沒有動 對因為現在雨季嘛 所以雙方大概就砲擊 一些小規模的把滲透反滲透這個我們就 OK就不特別講了 好難講這個克爾米納這一線 克爾米納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整個北線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 老實我突然想到 難道真的烏克蘭沒有可能在北線發動公式嗎 會不會7敵7的更大規模 有可能 有可能所以我們都必須要關注 在戰場上面沒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所以當時我記得我們在一個月之前在講說 春季公司在南部應該是是在必行 那反攻阿特募什麼12格旅的包圍 後來好像似乎有一點雷大於小 這個反攻一開始就結束了 一開始就結束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方向都遭到阿特募跟俄羅斯重大的反擊 而這個打一場就知道後面就不需要再打了 目前烏克蘭沒有能力 那所以克爾米納這一線 像我們看到像老師前面講的 在北線現在是俄羅斯在調整這個戰術位置 然後呢克爾米納也是俄羅斯在調整的戰術位置 會不會有可能會出 出其不意的就是不是俄羅斯 烏克蘭一直在宣傳說 原本在俄羅斯發動公司之前 他們其實是要反攻克爾米納的 目前應該很難辦到 那有關於現在整個 如果我們抽離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我們把整個俄烏戰場在敦巴斯這個戰線 整個整個戰線拿來看 我昨天才在跟陸安平討論的時候 我有跟陸安平講一個我的想法 因為現在假設啦 我們做一個假設說真的在雜波羅熱這個方向 烏克蘭或北約他們集中所有的力量 打算從這個地方發動存機公司 那蘇羅維吉會不會把這個地方變成是一場 要把庫斯克會戰 要怎麼做 庫斯克會戰他就是一個先防禦 吸收你的衝擊力 等你動能沒有的時候 南北前行 他反推 那在北線的這支部隊 是不是就會變成那個時候的 白俄羅斯方面軍 就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的白俄羅斯方面軍 就是在庫斯克你的 德軍的攻擊失效之後 是動能被吸收了 但真正 真正做大迂迴 可以繞背做圍堅的那支部隊 就位置是不是在北線 老實這樣講講有點像 因為當時庫斯克會戰的時候 德軍的狀況跟現在的烏克蘭有點像 就是一直在推遲進攻 他沒準備好一直推遲 所以我昨天才跟陸安平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告訴陸安平我的推測 那陸安平就會去幫我 確測一些現在烏軍部隊跟防號的資料 而且那時候庫斯克會戰也是一樣 就是蘇聯是用這種攻勢啊 然後呢層層這種防禦攻勢 一層一層的去把你吸完之後 讓你這個讓你的進攻的 現在赫爾松跟扎波羅人 就很像嘛 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我們會給我們有影片給大家看到 就是目前赫爾松跟扎波羅人公司的狀況 所以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說的很絕對 但是看起來這個態勢是存在的 這是第一次第一次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講我的推測 但這當然還是我的推測啦 因為我沒有蘇柔維京的電話 我其實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他真正怎麼講 所以這些問題 這些回答我之前 之前我一直好奇說 那如果在北線沒有要推公司 南線人家要打了 那為什麼把一些精銳放在這邊 因為他一定是跟一整個戰局是有相關的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推測 假使我是蘇柔維京我會這樣打 可是那這樣子烏克蘭一定也知道 當然 但是烏克蘭沒有什麼太多選擇嗎 說沒有人可以拒絕蘇柔維京的善意 你知道是無所謂的 真正在戰場上面 你知道就你知道 你只是不知道我的細節 我讓你知道我的企圖沒有影響 你那意思是說他現在把戰場上面切割成 就是好像烏克蘭必須要在南部非打不可 即便很難打我也非打不可 對因為我知道你要打 而且我讓你不得不打 有不打的可能性嗎 當然有啊 美國喊咖就不打了 但是現在是政治問題 那不是軍事問題 但是這個決策已經決定了 這個決策已經決定了 最終還是決策發起的人 你必須要是美國駐歐 駐歐司令部下來的命令 可是我是說那這樣子的話 南線這邊看起來就是準備要打 那有沒有可能大家都覺得要打南線 結果比如說這個烏克蘭突然 直接往正東方向 現在都有衛星啊 就除非 除非啦 俄羅斯總參謀部在犯之前 被釣魚釣到赫爾松去的這個錯 但因為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下決定的人 並不是蘇柔維基 你現在想要去釣蘇柔維基 沒有那麼容易啊 我開始如果要釣 wtedy 報告